4月25日,我是新增1661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15319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截止到4月25日、24日,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重型患者259例,微重型患者28例 4月25日,新增本土死亡病例52例,平均年龄81,3.1岁,最小年龄33岁,最大年龄100岁 33岁这位患者是男性,因突发心跳呼吸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,诊断为心源性猝死 曾接种过两剂次的新冠肺炎病毒疫苗 其他51例患者均合并有多脏器基础性疾病,死亡的原因均为基础性疾病 那么截止到4月25日,本市共有死亡病例190例 最小33岁,最大101岁,平均年龄在82.52岁 那么据统计,70岁以上死亡病例占总数的86.32 除一类心源性猝死之外,其余喜患原因均为基础性疾病